大家好,我是Leon 很久沒見了 我們都不出了影片 沒錯 最近你在忙什麼? 最近我沒什麼忙,好像你忙一點 我在忙,搞咖啡 遲些帶你去喝好嗎? 今天我們來這條跑道 近賽車,大家都知道 今年第幾年? 今年好像第七十屆 第七十屆,聽說搞兩個星期 真是有段風路 我們身處於東望陽跑道 其中一個最關鍵的位置 就是發夾彎,經過了 我們現在殺到這個位置,就是魚翁灣 魚翁街就是魚翁灣 沒錯,我們這裡出去 非常多賽車手都會加速 但我們是開私家車,沒有人會加速 安全一點,下方左手 其實這條路 平時由發夾彎下來,真是扯著去 我記得是 相當之,不算是直晒 也有一個彎位 殺出去,外面就是水航灣 沒錯,就是水航灣 水航灣就是真正的加速位置 然後一邊殺到東方灣的位置 然後再轉過去就衝刺 但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在這個彎位,就看到炒得很厲害 好像炒落海,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炒落海這麼厲害? 我不太記得是不是炒落海 但我印象記得是一個很嚴重的 為什麼這條路好像我們出不去 沒錯,這裡我們不可以直接轉油 現在我們怎樣走回跑道 其實很簡單 我們先在前面,第3條 那條路是很熟的,是否曾經封閉那一陣子的線路 沒錯 封了十多小時,先不要說那條路 我們先去跑道 我們現在真正要下去跑道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水航灣 以前我們小時候看賽車的時候 這個位置,當然我沒有展進場看 我只是看電視 這個位置,我記得有個嚴重意外 就是這些位置,因為衝下來一轉 這個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下一個炒的位置就是轉到東方灣那邊 沒錯 前面有賽道那邊 這裏是衝刺位 我記得是起步位 先轉過去 我記得早幾年有個賽事 車手鬥到最後一個彎 個個都拿到盡 結果就在這個位置炒了 看賽車不炒哪好看 雖然好像很黑心 但其實真的 有些人是喜歡有些刺激感 沒錯,看看漢台正在搭 好像是搭好了 沒錯 好像我記得漢台的椅子是五眼六色的 你記得嗎? 是呀,五眼六色 還在搭好椅子 還在搭中 這個位置就是起步位 我記得是 是OK的 再轉過去才到東方灣 東方灣,你知道為什麼那裏叫東方灣? 那裏是文華東方 現在沒有人知道的問題 你明白嗎? 以前我們那裏叫文華東方 搬了很久 現在我們叫做文華東方 現在都是繼續叫東方灣 就算了 這裏炸到這裏 過了東方灣 關鍵了 這條直路加速之後 會做到什麼情況 炸到蒲驚灣 前面才是東方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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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我也早說 這裏是陪力 是呀 那裏是東方灣 夜了你不認得 這裏是晚上看東西沒有那麼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老了 還是那些感光度差了 吃多一點紅蘿蔔 有關係嗎? 好像是的 紅蘿蔔 好了 我有花清素 但我們好像又不可以直去 現在 可以直去的 其實這條跑道 FORMULA是走幾分鐘 FORMULA好像是 我印象中好像是兩分多 兩分多 你走幾分鐘 我們就由剛才 發劇灣走過來 都一分多兩分鐘了 我早兩年 駕駛電單車 和大家走的那條片 是十多分鐘的 十多分鐘 十多分鐘 要走這麼久嗎? 是 但我們要繞 人家駕駛百多兩百 這樣砍過去 我們現在只要幾十而已 我們是沒有超速的 很安全的 這裏塞下去 過完東方灣 就去蒲驚 前面呢 賽車的話 就一直直走 走到蒲驚那裏轉彎就是了 我們就不可以 我記得這個位置 好像要直進去 不知怎樣 以前是可以直走的 很久了 有沒有十年 我想有 超過十年 以前我小時候 這條路就是直去的 一定是 現在又要繞一個大圈 我們當然是走十多分鐘 繞來繞去 你試一下 看到賽車手這樣繞 看看慘不慘到瘋了 賽車手應該進不了這些路 其實應該搞一個 以前電單車不是在綿羊賽嗎 對 很好看 70cc 50cc的賽 其實我覺得近年 有一個特色的比賽 就不是綿羊仔那麼簡單 我們不是送外賣 有幾大平台 可以叫他贊助 對 幾大平台 落場賽 老實說 由他贊助 由他落場賽 派車手 看看哪個快點 我就叫哪間 我覺得他可以放外賣的食物 我們在賽後 看看哪個食物 就不要倒捨 有杯咖啡 有杯奶茶 有個飯 有個湯 看看剩下多少 講回賽道 其實這條賽道 就有一點值得提 其實不只是我們賽道中間有個看台 賽道那邊叫大看台 這邊有個葡經灣看台 其實是每一年 大家都是爭崩頭的 都是的 你看看這個位置 通常看炒 就是最關鍵的位置 通常都有一些車輪的位置 在這裏 在這裏 這樣轉進去 然後就橙上加斯欄 對啦 不然我們都橙上加斯欄 橙上去 看看上路 看看哪個效果 這個位置 就是炒到瘋的位置 就是以前一沖過來 那些車全部都放在這個位置 是 我記得早幾年有駕方程式 直飛了過去 直飛了過去 這幾年我們這些安全措施做得 真的相當 這輛車真的塞著我們 不知道想怎樣 你看到以前在上路 就是這個位置 居然 我看到有賽車在這裏爬頭 沒錯 今年 莫塔拿 也會回來澳門去比賽 就是莫塔拿 就是他們的技術才可以在這裏爬頭 上路 開到九十幾 他居然在這裏爬頭 嘩 這件事真的是看賽車才發生 待會我們就跟大家去重溫那個地方 在哪裏 摩托園 摩托園 是嶺南灣的 OK 這個位置 基本上我們平時是沒有辦法進來看 通常要看直播 是 我以前小時候 我會上松山山頂 看下來的 現在可以不可以這樣做 我想都可以的 有些地方是會看得到的 但是有點遠 是 另一番風味 會不會有其他人都想到 你想的東西 所以現在政府都封了松山 變成一個賣飛位 可能是 這邊就是你媽媽了 就是當年莫他拿爬頭的地方 就是爬頭 哇這兩輛車鬥 是否是猴夫還是跟他鬥呢 我不太記得 我印象中不是 但是 很記得那一年 莫他拿是由比較後的位置開始追上來 是的 很厲害很厲害 最後那一年他那場比賽 比較精彩的就是 他連續過了幾輛車 當然也有一些幸運的因素 就是前面有 幸運也是實力的一種 沒錯 我們記得現在用了多久的時間 由頭到尾 大概是10分鐘 如果沒有準備 到現在大概10分鐘左右 我們待會下去再看吧 因為我們晚上比較順利 老實說 你載車都沒有 其他人是走的 這樣才能走到兩分多鐘 來到這個 差不多了 一轉過去便是 其實以前去到這些位 基本上乖乖地 大家要排隊 其實都沒有得爬頭 樓實說 你去到這個位置爬頭 這麼大步 你基本上要轉發的彎 基本上很難在這個位置爬頭 如果不是很危險 你開車 我們開車 跟他們開賽車是不同的想法 是 所以其實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澳門的這條賽道 窄路是特別多的 其實是世界知名的 澳門賽道 都蠻陽跑道 所有的世界冠軍幾乎都來過澳門賽道 好像幾乎全部都來過澳門賽道 是 可能很多現在F1 比較出現的車手 其實當年 他們都曾經F3的時候 來過澳門去比賽 當然 聽說未來過澳門賽車 是沒有輸過叫真正的賽車手 不知道是不是有沒有全面能夠拿過 這條賽道 畢竟澳門有它的風味 這條賽道 會經過海角遊魂那邊 然後剷下法甲灣 是 法甲灣 其實是東蒙洋賽道最窄的一個地方 真是幾窄 我看他們開車有七十幾至八十在轉的那個灣 我想他們的實力容許他們這樣做 因為他們佔了兩條線 我們就一條線 小心點 而且法甲灣其實都已經有一個規矩 所以就是不准爬頭的 是 我們真的就是 好像去到這裏 通常人們就排隊 就不要做下流動作 慢慢來 安全 其實賽車最關鍵是要過到終點 是 你炒了幾快都沒用 我有看過最快的圈速那些 通常最後炒了 接著就過不到終點 這件事沒有什麼意義 那我們就轉到法甲灣 如果是賽車不應該這樣拿線 應該是拿盡一點 如果賽車就應該由巴士轉出來 我記得好像是差不多 其實呢 下個禮拜開始是不是 賽車 沒錯 如果下個禮拜開始賽車的話 各位自己去看 賽兩個禮拜今年 真正重頭戲 都是去隔電和三級方程式的 有興趣的朋友自己去看賽車 我們看回我們的十幾分鐘 我們慢一點 轉數吧 就這樣上一下吧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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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